一大早 伯燕青便率领使团的大臣们来到皇宫 皇上设宴为他们践行 伯燕青一改往日窝囊的样子 金官龙幅上身 一副领袖的样子 皇上抬眼看着下面的伯燕青 隐藏了这么久 还真是个可怕的角色 参见皇上 伯燕青说道 免礼 皇上说道 伯燕青等人跟来时一样 坐在一侧 大明的大臣坐在另一侧 陆毅依旧坐在第一排 只不过这次面对的不再是梁君贤 而是伯燕青 陆毅依旧是那一副不卑不亢的沉着样子 伯燕青抬眼看着对面的陆毅 他知道这个家伙未来会是个强劲的对手 他已经吩咐下去了 最好在今天的宴会上可以一并除掉 大汗过世 朕也十分悲痛 还好他留下了招数 也不至于让你们全族群龙无首 皇上说道 伯燕青笑了笑 谢谢皇上对我们瓦剌族的关心 我会带领瓦剌与大明建立友好邦交 保我们两族人和平昌盛 嗯 皇上点了点头 对了 我听说大汗死于中毒 可找到凶手了 回禀皇上 目前的确有些头绪 不过说也奇怪 竟然会指向大王子 说实话 我还真是不敢相信 大王子会谋害自己的父亲 伯燕青故作烦恼的说道 哦 竟有此事 皇上明知故问的问道 是啊 所以这件事 我们还好再好好调查一下 伯燕青说道 竟然大汗是中毒 的确不能掉以轻心 皇上嘱咐道 是啊 但是我的萌医说 这毒药不是来自大明 而是我们草原的一种毒草 如果不是我族人 那就是常年待在草原的人 才能获得 伯燕青说道 哦 常年待在草原 放眼我们整个大明 称得上常年待在草原 又与瓦剌又渊源的人 木棚举起酒杯 不经意地说道 难不成 你们想借此事 来陷害我们大明中良将才 这位仁兄说笑了 我只是就事论事 穆老王爷与我们瓦剌征战多年 放眼整个大明 由此动机毒杀大汗 并能获得此毒药的人 也的确 哦 我们也只是怀疑罢了 伯燕青说完 看向对面的穆老王爷 王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穆老王爷见伯燕青 看向自己 生气地问道 穆王爷 我们也只是猜测罢了 伯燕青故意说道 可是话里话外 却已经在暗示此次下毒 与穆老王爷有关 皇上坐在殿上 眼神盯着伯燕青 此时 伯燕青身后的大臣说道 我也不相信我们大王子 会毒害自己的父亲 要我说 定是有人想借此机会 给大汗下毒 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还好大汗留了招书 要我说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大明应该给我们个说法 就在此为大臣话音刚落的时候 其他瓦剌的臣子也纷纷说道 是啊 一定要彻查 不能放过凶手 皇上端起茶杯 抬眼瞟了一眼路易 路易心领神会地开口说道 不知大家想要如何彻查呢 我们大明的穆王爷 战功显赫 可不是说查就能查的 你这分明是要包庇凶手 对面的臣子喊道 哦 刚刚还是猜测 现在就给定罪了 路易抬眼 嘴角含着笑意地说道 你 对面的臣子自知理亏 被噎在原地 启禀王爷 臣有个办法 一查便知 薄燕青身后的蒙医说道 哦 什么办法 薄燕青挑了一下眉问道 此次的毒草用量很大 想必下毒之人 一定储存了不少 如果想洗脱南巡王府的嫌疑 派人一查便可知了 蒙医建议道 这 薄燕青故作为难地看着皇上 皇上则端起茶杯 没有说话 此时 穆老王爷站起身 向皇上行礼说道 启禀皇上 臣愿意配合检查 以洗脱南巡王府的嫌疑 和我大明的嫌疑 皇上放下茶杯 说道 路易 路易站起身 臣在 既然老王爷都这么说了 那你就派人去查一下吧 皇上说道 是 路易点了点头 可路易刚要下去安排 瓦剌那边的几个臣子 赶紧站了起来 你们的人去查 难保不会作假 我们也要参与 薄燕青故作为难地说道 不可无礼 难道还不相信大明皇上不成 无妨 清者自清 皇上尖口欲言 随后 瓦剌的使臣和路易一同下去 查探南巡王府了 其他众人在大殿上等着 大约两个时辰后 路易和使团的成员 及沐清宇一起回到了大殿 跟着回来的使团成员 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回禀皇上 臣带着锦衣卫查探了整个王府 尤其是王府的药品存放的地方 搜查出一包可疑粉末 还带回来一个可疑的下人 并一起带了回来 路易回禀道 哦 这药粉是什么 皇上问道 启禀皇上 沐清宇在一旁回禀道 这药粉并不是我南巡王府的 至于为何会出现在我们府中 这次正好抓到了这个鬼鬼祟祟的下人 我们定会彻查 怎么查出来了 就推说不知道 要我说 就是你们私仓毒草 派人给大寒下的药 现在人赃并获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后面的使臣不依不饶地说道 笑话 怎么就人赃并获了 就因为这个狗奴才 沐清宇撇了一眼身边 被路易抓到的人 到底怎么回事 皇上看着路易问道 启禀皇上 我们去王府搜查的时候 这个下人在药房里鬼鬼祟祟 被我们当场抓到 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包药粉 他说自己是王府的下人 奉命收拾药房 其他一概不知 臣看到觉得可疑 便一并带了回来 路易回禀道 你们都听到了吧 这分明是有人让他销毁证据的 这就是证据 瓦剌的使臣指了指路易手里的那包药 就在此时 那个下人 吓得赶紧跪在地上 皇上饶命 小人不知呀 小人 小人只是奉命打扫药房 有人告诉我这些药没有用了 可以销毁了 小人真是只是奉命呀 皇上明鉴 你活说什么 是让你销毁这些药的 沐青雨生气的踹了此人一脚 是 是 是老王爷 下人颤颤巍巍的指了指木老王爷 此刻 瓦剌使团便开始骚动起来 真的是他 太可恨了 不能饶他们 一旁的木棚嘴角上扬的喝了一杯酒水 眼神阴狠的看着木老王爷 伯燕青伸出手 众人安静了下来 伯燕青看着对面的木老王爷说道 王爷 我们与你对阵多年 如今进到了京城 成了瓮中之鳖 就被你这般的暗算 今天 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 还请皇上给我们做主 笑话 就凭这个人的胡说八道 就证明是我们做的 难道就不可能是别人栽赃陷害的吗 木清宇生气的说道 小王爷 我听说这醉麻草 可是产自草原 纵观我们大明 试问谁会有这般便利 有此毒药呢 木棚火上浇油的说道 是啊 伯燕青紧接着说道 这毒草产自我们草原 因此很容易误导别人 是我们自己人做的 骑兵王爷 那日在大王子身上 我们查到的是毒粉 后来在大汗的手上 也检查出了毒粉的痕迹 所以很有可能是有人 故意陷害大王子的 蒙医顺势说道 如果皇兄不是将王位传位于我 而是传给大王子 那么这一时二鸟之计 就会让我们瓦剌群龙无首 这是要动摇我们瓦剌的根基呀 穆朗王爷 我们此次来意在和谈 你你好狠的心呀 伯燕青顿足 垂胸生气 悲愤的指着穆朗王爷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